海南救助 哇 有点复杂 海南救助有点复杂 那为什么叫海南救助 刚刚我们不是有看到一张照片吗 对不对 所以这次海南救助 还是沉海移除 我们会来讲 没关系 我们来看 我们先看一些 一样 我们照惯例 我们还是会讲 救助的定位 国考跟文件 我们会先讲 救助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救助的意义 还有救助的种类 跟它的特性 再来我们会看 救助一些过失跟矩阵的问题 国际公约 这个地方我们 我还没有去给他做调整 这个我们跳过去 好来看这里好了 海南救助的定位 国考跟意义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 这边我们都讲过了 对不对 还记得吗 你看我们从旅客 从脱带 上个礼拜讲完碰撞 今天要讲海南救助 中间还有两个 我没有写 因为在架构上面没有 中间那两个就是 我们海南救助讲完的 下一个单元 要讲什么 你知道吗 要讲 沉船移除 很特别 沉船移除 那再来讲完要讲污染 那再来才是继续讲共同海损跟海上保险 中间有两块 在有一块是海上法上有 那有一块是没有 但是他很重要 好我们看一下 这边整个救助的定位 他是在侠义海事法里面的这个位置 这个我想我们也都谈过了 国考大纲对海南救助 他有这些内容 他在他的第五节里面 他谈到你要了解什么东西 你要了解海南救助的概念 他的法律属性是什么 他是属于文明管理 还是属于救助契约 这个要去思考 我们先不要讲 我们都不讲内容 就是内容 司法问题 这是我们把公约这么 我们把国考大纲秀在这里 给大家做思考 还有再来对人命的救助 还有他的报酬的请求问题 我们没有答案好不好 现在都还没有答案 因为我们要讲完 你才有答案嘛 那是怎么救助 难道还有什么对人的救助吗 第三个 对船对货的救助 所以你看 第二是对人的救助 第三是对船跟货的财产上的救助 第四是什么救助 第四你看一下什么的原则 什么的例外 对不对 重点不是在原则跟例外 重点在海洋环境污染的救助 所以你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 我们刚开始在讲海南救助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讲说 它有一个跨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革 这个变革就是在讲这个 就是所谓的环保救助的概念 我们后面会很详细的去讲它的过程 所以你看一下它基本上海南救助就是这一二三四 它虽然五 五的是讲海南救助 但事实上它讲海南救助的基本的属性是什么 再来是讲人的救助 物财产的救助 再来第四个是环境的救助 这三个概念 不同的概念 第五个 它讲 汽船漂流物沉没物的捞救与报酬 OK 这个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单元 它不是海南救助 那它是一个全新的单元 所以我们说海南救助讲完 这边我为什么用这个日题 这个好像是因为颜色的问题 这个好像是不同的颜色 这个部分是我们海南救助 这个单元上完 要来接续要上的下一个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叫沉船移除 叫沉船移除 原因在这里 因为必须要接着它讲 它目的要讲沉船移除 就是要解决这一个第五点的内容 好不好 给大家做思考 那这几个这是我们国考的大纲 我们开始来上了 那再来呢 国考的那个不是 海南救助的国际基本文件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很多 但是对大家而言 你只要记住一个东西就好了 这边我有一个大的红色箭头 知道吗 这个箭头叫1989年 海南救助国际公约 1989年 它的前身是1910年 很早 那个经过了将近80年才修订 才制定了另外一个公约 那这个1989年 这个公约 它也引导了我们 整个海商法的修正 给大家做思考 那下面这一些呢 是一些在海南救助的实物上面 会使用到的一些文件 契约文件 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在讲这一块吗 国际公约的时候 在讲那个国考大纲的时候 它不是有讲契约救助的概念吗 那这边呢 下面这边 全部都是这一些海南救助可能会用到的契约格式 OK 老师在编这套书的时候 国考大纲还没出来 那这是实物上本来就在用的 所以我早就编列进来了 那这边呢 你们就做参考就好 好不好 我们会介绍这些相互性的影响 好 我们讲概说 这边还是一样 这图 这张我们看过了 我们在讲冲膜碰撞 我们就看过了 对不对 撞了以后 我们当时在讲冲膜碰撞 不是有讲一些特性吗 冲膜碰撞之后 通常会引发其他后续的一些案件 复杂处理的问题 像船被撞了 没办法自己开了 对不对 那就要进行什么 当然要进行救助 这个呢 我们也看过了 对不对 炸了一塌糊涂 当然要救啊 先包括救火 救人 救火 先把人救下来 然后救火 再救船 然后船才能保全下来 对不对 同样的 你说这艘船 好惬意 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艘船被搁在 冰城里面 开不动了 开不动了 对不对 要不要救 要救 它卡住了 你说老师 冲啊 怎么冲 卡在那里面了 怎么冲 所以这个就已经被卡住 已经受困了 这个船已经受困了 所以需要人家协助它出来 那也是要救助 那这个一样 你看 奇怪 这艘船 好好的不开 怎么直接的往 海岸上就给它冲上去 你不能 就这样子 冲上去 你不能怪 这是在南非 南非因为它很靠近南半球 那个地方的洋流 非常的特别 你真的一不小心 就被海浪 不是海浪 就被洋流 就冲上去了 这个没办法 就直接往山壁上开了 就这样 好像直接撞山那种感觉 这个都不可思议 要不要救 船戈腾这样子 要不要救 你觉得它自己能不能脱困 这么重的东西 怎么脱困 对不对 让人家思考 这个就要海浪救助 这个船变断成两截 要不要救 要救 脱了 你看 这就把它拖回来了 有没有 这一截有没有 半截 要把它拖回来了 M嘛 对不对 M嘛 对不对 不对 这张 M嘛 对不对 所以把他拖回来了 把他救回来了 就救回来了 好 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 在看那个 船舶碰撞的时候 我们有看过那个 Everdesign 就是跟那个 Norwegian Dream 对不对 有没有 我们当时看到 船舶碰撞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艘 旅客 克伦跟一艘 长龙的货柜 在英吉利海峡 碰撞的例子 那就非常典型的救助 克伦不需要救 长龙要救 长龙因为他船上发生火灾 那就是火灾 那个撞下去就发生火灾了 发生火灾 他要救 那这个你们知道 就救了以后 这是这个镜头 我们上次也看过了 那一样 这艘船你看 已经传成这样子了 已经 后半段已经都沉没了 对不对 你不赶快 突然他 整个基本上 他整个引擎室都已经泡水了 才就成成这个样子 但是呢 你赶快赶快给他防堵 赶快把他拖回来 拖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这也要救 知道我意思吗 这个都是在救 那这个例子 我们当时也看过了 要不要救 要不要救 这个我们讲过了 我们当时好像在上海商法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介绍过这个案子 这艘船是克伦 那个汽车船 然后被这艘船撞 这艘船撞了之后 有过倒霉 因为它就是一个大的停车场 一撞了之后 里面水都全部冒进去了 那船就很快就沉了 汽车船很容易沉 一撞就沉 那翻成这样子 那翻了之后呢 翻在这边 没有几天 又被这艘船撞 好倒霉 一撞再撞 一撞再撞 那要不要救 要救啊 要救 但是这艘船翻成这样子后来它慢慢沉下去了 有沉下去 怎么救 哇你看 这艘船叫Train Color 叫Train Color 后来海南救助这么久 你看这是网络上可以抓得到的救助的图形 这什么意思 哇真的切一切 切成一截一截的 切成一截一截的把它救回来 其实造船也是一截一截把它接上去 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蛮好玩的 就是一截一截的 就是一截一截的 一截一截的 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那个韩国的那艘军舰有没有 大概也是这个方法 就是要切一截一截的切出来 它用那个两端要先定位 电定位 然后用那个钢索一直磨 就把它切割 一块块切掉 然后整个 因为这样子起重机才拉得起来 要不然整艘船很重 世界没有那么强力的起重机 也是可以吊起几千吨几万吨的 全世界的 好像我听过最重的起重机 大概能够吊到九百多吨 是我印象里面有听过的 九百多吨 九百多吨还没有问题 还可以吊着洞 上千吨大概就没有 上千吨我就还没有听过 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那个起重机 全世界最powerful的起重机 大概只能吊到九百多吨 一艘船可能上万 几十万吨的 这不可能的 好 那这个群开的是在这边发生碰撞 这个参考就好了 这是他们的当时在设计的一个结构图 你看这个图 如果刚刚比照 我们刚刚在看的那个 韩国的那个军舰的那个 撈旧的一个过程 你就可以看了 所以这一艘船 你说它是Savage吗 其实正以这个来讲 已经不算Savage了 已经Savage的英文 我们讲英文 海南舅舟的英文就叫Savage 好不好 那这个其实已经不叫Savage了 已经叫 应该 以它目前的状况之下 已经不算Savage了 它就两边做定位 然后下面用钢缆 一直切割 切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把它回收 好 那就这样子把它吊起来 有没有 你看很好玩 这就是一个海南舅 他们叫海南Savage的一个operation 一个过程 好 讲完 图片看完 我们就进入条文了 不要紧张 我们不是马上来讲海商法的条文 我们是先 大家先来秀看看海商法的条文 是这个 同学 把门关起来 好大声 海商法103条第一项 我们先念 我们先念 对于船舶 或船舶上财物 注意 每句话都很重要 每个字都很重要 对于船舶 或船舶上财物 施以救助 而有效果 得按其效果 请求相当之报酬 好 来来来 我不要马上进入下一页 你们先在脑袋里面 你们先绕一下 对象是什么 救助标的是什么 船舶 船舶上财物 对不对 好 施以救助 要救他 而有效果 重点要有效果 重点要有效果 好 来了 他可以得按这个效果 依照他的救助的成果 对不对 请求 请求 你看我这边还不仅给他斜线 还画底线 还给他怎么样 还给他 还给他那个变黄色的 请求什么 相当之报酬 你可能现在还没办法理解什么叫相当之报酬 没关系 好 现在开始了 大家请你们把你们的脑袋回归到大二上学期 OK 大二上学期 OK 大二上学期 注意大二上学期的时候 开始问大家 开始我现在这边有四个题目 你们开始思考 我都没有答案 但是你们要自己内心 你们要回答 林家 就是你们家附近 有一个亿元的豪宅失火 哇 亿元 这是很多 现在台北 豪宅一大堆 亿元 一间房子 一亿元 失火了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林家豪宅失火 你有没有救火的义务 不要举手嘛 不要举手嘛 你有没有救我 很简单 先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 哎呀 你们一点良心道德都没有 那隔壁家火灾 你要不要救 有没有医务 跟要不要救 是两回事 对不对 有没有医务 先讲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法律上没有 道德上可能有 但是不好意思 法律上没有 你有义务就完了 你没救就完了 你就违反义务了 实在是没义务 好 再来 有几个情境 第一个情境 这个情境 这个情境 有四个情境 自己要回答 自己要回答 你使用你刚买的灭火器 这个灭火器价值五千块钱 对不对 那刚好起火而已 刚好呢 他们家那个门口的机车 不知道怎么样就冒火了 或是他们家门口停了一部汽车呢 就刚好不知道自燃了 就自己燃烧了 起火了 然后已经延烧 要延烧到大楼去了 那你就花了五千块呢 哇 成功的扑面了 豪宅的火灾 对不对 豪宅没有人嘛 都知道他们都出去远行了 根本就没人 周六周四才来住一下 或者是买了 根本才没住 那呢 你整个豪宅就保全了 你要知道 如果我今天没有救的话 整个豪宅烧光光哦 烧光光变成一毛钱都没有哦 我花了五千块 救了一亿 来 问你 能不能跟豪宅 主人请求 可不可以 可以多少 有没有答案 我请你们回到 把你们的知识回到 大二上学起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有没有答案 要不要抽问 来抽问一下好了 刺激一下好了 幸好 五千 有请求全吧 你要不违背我的本意 我就是要那烧的 好了 五千了 第二个问题 你花了五千块 你花了五千块 花了五千块哦 但是房子还是烧光了 我就只有那么一只灭火气 我其他没有了 对不对 就没有气 噴一噴都没了 整个议员的豪宅都烧光了 请问 你能不能求偿 可以的话求偿多少 来 先问可不可以求偿 可以的请举手 你们一点良心道德都没有 人家都已经烧光光了 你还要跟人家要钱 哎呀 死要钱 这个有吗 有吗 规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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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有区别啊 一个是有成功 一个是没成功啊 对不对 但是你说你可以求偿 你的依据在哪里 依据在哪里 没有 有 无因管理 你们都知道是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有在管 有没有成功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没有嘛 只要我救了就可以了嘛 好 可以要多少 5000 还是可以要 我不管你 房子有没有救成功 对不对 好 再来 第三个情境 你花了5000块 你花了5000块 房子烧掉了 但是你救起来个东西 不错哦 救起来了 救起来 你的他的门口呢 一个1200块的金楼 这个实在是 这个艺人的豪宅还在烧金烈火 实在是有点 但是有救了 有救到 救到什么呢 救到了一个1200块的金颅 就刚好买了嘛 新居落成1200块金颅哦 好 请问 你能够跟豪宅主人请求 能不能跟他请求 请求多少钱 啊 老师我主张 刚刚上传播受人择的限制 来到金楼退去啊 好 你退去 退去 毕竟烧 好不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 能够请求多少钱 请求多少钱 还是5000 还是5000 好 对哦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我们不要先考虑太多例外 我们就考原则就好了 最后一个 哇 你救了屋里面一个人 你不仅救房子 你还救了里面的人哦 对不对 搞不好里面刚好有一个不良语行的 你就冲进去 当那个谁啊 好像当作是那个无敌铁金刚家蜘蛛人 然后进去就把那个人 就给他爆出来了 救了一个人 好 不管房子有没有救成功 你救了这个人 你能不能主张报仇 这个问题就有一点 哈 救了一个人哦 救了一个人 今天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救到哦 你就是冲进去了 你说老师 你也不是消防队哦 你也不是手养啊 你就知道里面有人在喊叫 哇 你就当自己是蛛蛛人一样 就冲进去了 不为生死就冲进去 把一个人救出来 真的把他救出来了 救了一个人 请问 你能不能对他主张报仇 可以吗 可以吗 无音管理的对象 可不可以是一个人的生命 思考哦 思考 好了 你有你们的答案 对不对 你有你们这边的答案哦 好 我们再来 我们把情境转一下 我们把情境转一下 我们今天豪宅呢 我们变了 我们不要变豪宅了 我们变到海上来了 一艘艺员的游艇失火 艺员啊 现在游艇上意很常见 对不对 那个游艇因为设备的问题都很豪华 游艇上意很常见 好 又来了 那你呢 刚好在海上啊 不管你是在游泳啊 还是在钓鱼啊 结果旁边有一艘游艇呢 奇怪就在你旁边 那真的也没有人在旁边 奇怪 这艘艺员的游艇 那突然船上冒火了 来先问 再问你 有没有义务去救他 有没有义务去救他 在海上 你知道旁边的游艇失火了 有没有义务去救他 这艘游艇发生危难的 有没有义务去救他 有没有 你们一定又说没有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我们看到海上网的条文 你就知道看有没有 好吗 你在海上 如果知道有人财产受到危难 你是要去救的 你是要去救的 这是法律上的规定 OK 你是要去救的 你说他是 猴熊倒杀港也可以 但是他就是有法律规定 好 第一个 好 来了 你去救了 你 这个面游戏又来了 这个面游戏就来了 这支面游戏很厉害 你花了五千块钱 你就把那一艘一千元的游艇给救了 请问你能够跟他要多少钱 老师 就是五千块 不一样吗 如果你说认为真的他是有五千块的话 为什么我要请大家看103 为什么要看103 就你获救财产 请求相当之报酬 相当哦 注意哦 不是你所花的钱而已哦 你说 你说我们台湾话叫爽不你也让我3%5% 对不对 你要注意一下哦 注意一下哦 1亿元的3%5%多少钱 啊 300万500万哦 不是五千块哦 不一样哦 好 知道哦 第二个 你花了五千块 但是整艘船还是烧掉了 你有没有跟人要钱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怎么那么肯定 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效果 103条 为什么请你们先读 原因在这里 因为没有效果嘛 没有效果代表你就没有办法请求嘛 一貓钱都没有 对不对 一貓钱都没有 再来 同样的情况 花了五千块去救游艇 游艇烧光了 哇 但是你救起来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本来就该救到 因为它会浮在水面上 那个叫救生圈 你就捞起那个救生圈 哇 那还不少钱哦 一千两百块的救生圈 能不能主张 能够主张多少 你花了五千块 救了一个一千两百块的救生圈 你能够主张多少 你最高只能主张一千两百块 因为它是获救的效果 知道我的意思吗 OK哦 OK哦 再来 你船不管有没有救成功 但是你救上船上的人 救了人 请问这个人 你能不能请求报仇 想一想哦 在海上哦 海上 对人的救助能不能请求报仇 很特别哦 我们今天这几个问题哦 你们是应该先放在脑袋里面去做思考的 先放在脑袋里面做思考 那其实它就是整个海南救助法律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的概念 那我们 再来往下看哦 OK啦 我没有答案哦 我没有 我虽然有讲了一些部分讲了一些答案 但有些东西我们没有答案哦 那 我们希望 后续的一些 我们讲述了整个公约 讲述了整个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这些的一些思维